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胞胎的江瑟老师 大家好 我就是负责问问题的小Q同学 上集我们说到了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崛起过程 而在蒙古崛起的过程中 就一定离不开蒙古骑兵的作用 那几乎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什么是冷兵器 我只知道冷菜和热菜 难道兵器还有冷的和热的 一般上说 冷兵器只不用火药 在战斗中能直接杀伤敌人 保护自己的武器装备 比如常见的有刀剑 而热兵器 是指利用推进燃料 快速燃烧后产生的气体 推进发射物的射击武器 比如大炮 手枪 那蒙古骑兵肯定没有手枪 他们的武器是什么 蒙古骑兵随身携带各种武器 这样可以随时完成不同的任务 通常呢 有弓箭 马刀 长矛 狼牙棒 蒙古骑兵大部分属于是轻骑兵 骑兵还分轻重吗 是按照体重分的吗 和体重无关 而是和装备有关 轻骑兵的装甲薄 重量轻 是和突袭速度很快 重骑兵呢 通常装备几层铠甲 重量大 适合正面的大决战 那蒙古骑兵有重骑兵吗 有 一支典型的蒙古军队里 重骑兵大约占40% 轻骑兵占60% 这和蒙古骑兵的打法有关 他们在战斗中很少依赖 单纯的正面冲击 通常使用的方法是 一小部分骑兵不停地骚扰敌军 等到敌人进攻就撤退 等追击的敌军队形散乱时 在四面包围的蒙古骑兵 先是一阵密集的弓箭射击 然后冲击过来消灭敌人 这种是不是可以叫游击战 蒙古骑兵的作战要领 主要就是化整为零 当遇到敌人时 重骑兵在正面做适当的进攻 但主要目的就是吸引敌方出击 然后轻骑兵从侧翼 就是边上进攻敌人 还有一种打法 就是先用弓箭射击 打乱敌军阵型 然后重骑兵负责对敌人进行冲击 轻骑兵负责再次追击敌人 消灭敌人 这种打法对马的要求很高 万一马跑不动怎么办 这就是蒙古马的重要性 蒙古马虽然身材矮小 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但蒙古马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 蒙古马不论是寒冷的冬天 还是炎热的夏天都生活在野外 具有极强的忍耐力 可忍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 并且不挑食 不挑环境 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 很少会坏肚子呀生病啊 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 有人曾经说 蒙古马是最接近骆驼的马 同时蒙古骑兵四处征战 还会带上大量的母马随行 可以提供马奶 还可以承担运输任务 唉 想想南宋 都没有多少战马 人家这这么多毫码 有了这样的毫码 再加上他们的弓箭 在当时几乎就是无敌的存在 蒙古骑兵的弓箭很厉害吗 蒙古骑兵擅长射箭 对敌人进行远距离进攻 他们当时拥有射程最远 杀伤力最大的弓箭 那几乎就是古代的枪 还有一种被古罗马称为的 安息人射箭法 就是蒙古骑兵可以一边后退 一边移动着向后方的敌人射箭 并且还射得特别准 那可他们是怎么攻城的呢 毕竟马飞不上城门呀 攻城最主要采用的是 先扫外围 后取组成的围困法 我把你围起来 你周围弱小的城镇先消灭掉 你粮食总有吃完的时候吧 援军来多少我就消灭多少 我就围着你 等你弹尽粮绝 别无出路 只能投降 成吉思汗还建立了炮兵部队 以投石车和火炮聚弩为主 把火药用抛石机抛出去 120年蒙古军队尼沙布尔城的工程战中 动用了强弩3000 投石机300 云梯4000 还有工程车 破程车等等 这么厉害 蒙古骑兵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蒙古地区 一望无际的草原 不适合种田 只适合游牧 放羊 放牛 放马 人家从小就学习骑马射箭 并且蒙古人的餐桌上 以吃牛羊肉为主 导致蒙古人虽然身材不高 但非常强壮 具有很强的耐力和爆发力 但是弓箭不适合近距离作战 那靠近敌人的时候 有什么武器吗 蒙古骑兵近战武器 习惯使用弯刀 刀小而轻 不会砍入敌人身体里拔不出来 劈到敌人的铠甲 也不容易被弹飞 轻骑兵还会携带一种带钩的锚 可以用钩把敌人拉下马 而那个枪头有钩 刺入敌人身体 也不会太深 容易拔出来 这样的军队只要指挥得好 真是太厉害了 当时蒙古的情报网络和商人充当的间谍遍布了欧亚大陆 每次大规模战争前几乎可以说对敌人了如指掌 在分析情报的基础上制定作战方案 同时蒙古军队既律严明 没有人会看到财物而放弃战斗 违抗命令不进攻的就会被杀 对逃兵的惩罚特别严厉 十人队中有人逃 而其他人没有当场制止 全队死刑 如果这十个人全逃了 则这十个人所属的百人队全部杀掉 不怪金国打不过了 后期在蒙古兵团的眼中 不仅仅只有金国 而是全世界 蒙古先后三次西征 从老家蒙古一路打到了欧洲的东部阿拉伯世界 几乎接近了非洲北部埃及 蒙古骑兵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下集见